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一款超級便宜的 超大電量、超大螢幕的手機 那這就是我們的ASUS Zenfone Max Pro M2 那我們今天要先做一個開箱 這個盒子裡面有一些保證卡說明書 一個小小的ASUS卡針 盒子裡面還有一條Micro USB的線 它不是用Type-C,有點可惜 那盒子裡面還有耳機線 跟一個10W的變壓器 接下來我就會使用這隻手機幾天 然後來分享一下它的優缺點 還有它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功能 還有它的相機的部分 OK,我用這支Max Pro M2幾天之後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支手機的優缺點 那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是用Micro USB,沒有Type-C 雖然它沒有快充,它只有10W的正常充電而已 但塞一個Type-C有很難嗎?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支手機上面是用Micro USB 要注入一線啊 下一個我發現的就是它的振動馬達 這支手機的振動馬達 我覺得它比較拖你帶水 沒有按下去有即時的回饋 那它的振動聲音也比較大 振動的聲音也比較高音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遙遠的地方 振動的聲音還滿明顯的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低音 比較低沉的振動馬達回饋 那振動馬達回饋這種東西就是一個人喜好啦 這支手機的螢幕看起來超漂亮 顏色非常的鮮豔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調整說它的鮮豔程度 或者是色彩空間 這個螢幕整體的顏色都非常準確 但是它有一點小小偏向綠色的色偏 但雖然還可以接受 這個6.3吋的螢幕算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它的寬度沒有非常寬 所以我還是可以輕鬆的單手來操作 真的是超棒 那它的螢幕解析度也有FHD 所以我在非常近距離的話 我也是看不太到它一點一點的像素 這支手機重量是175公克 那我覺得這個重量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現在2020 每一支手機動不動就200多公克 真的超重 放在口袋也是一個負擔 這支手機有5000mAh的超大電量 那像我現在用了5個小時 9分鐘的螢幕亮起時間 我們現在還有41%的電量 但這支手機沒有任何的快充功能 它只有非常標準的10W充電 所以如果我們接近0的時候 我們要充到100% 我們需要花兩個多小時 才可以把它充滿 這需要注意一下小細節 下一個我發現 就是它的指紋辨識真的是飛快 看好只要這樣子點一下 我螢幕就亮起來 真的是 超快 真的是非常快速 下一個我發現它的喇叭聲音 真的是爆炸大聲 但這個是100%的音量 那我發現只要超過50% 它的聲音就會開始扭曲 它的高音跟低音整個是混在一起 整個含糊不清 那但是正常看影片整個擴音的音量 它的品質還算可以接受 那這支手機也只有底下單聲道的喇叭 那如果你想要雙聲道的立體聲的效果 你就插上耳機吧 那我們這支手機的卡槽設計 是用三卡槽設計 所以我們不用犧牲一張SIM卡 然後來插我們的SD卡 我們三個都可以同時使用 這支手機效能的部分 我覺得如果你只是看個社群媒體 看個YouTube看個網頁打個文字 那整支手機就非常順暢非常快速 你只要打開3D遊戲 整個遊戲體驗就會比較差 因為它會不時的掉格 那如果你要認真的玩3D遊戲的話 你就去找其他手機吧 下一個我覺得超棒的 就是它的相機模組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相機模組 這麼平的 整個是沒有凸出來太多 你放在桌面上是不會有悄悄版的現象 那我發現這支手機的4G行動網路比較慢 因為它沒有支援4G Plus 那沒有4G Plus的話 我們看個影片滑個網頁 整個速度很明顯的有變慢 比起有4G Plus慢的還蠻多的 整個正常使用是感受得出來的 OK 那我們的優缺點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分享我們的相機部分 那我覺得這支手機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相機了 拍照沒有辦法拍RAW檔 只能拍JPEG 那高光炸掉就救不回來 暗部也是救不回來 我發現內建的HDR功能還不錯 影像品質都有明顯的提升 但是HDR開啟就不能連拍 那我們就要在影像品質跟操作速度中 作為一個取捨 那拍照至少內建的相機軟體 可以設定ISO跟快門 可以稍微手動調整一下 那整個相機模組是沒有任何的光學防手震的 對焦速度算是非常的迅速 內建的相機軟體有景深的功能 因為相機模組有第二顆的景深鏡頭 所以拍出來整個效果還蠻自然的 但是要注意就是拍攝主體如果遠一點的話 效果要調弱一點點 正常的鏡頭是不會有這種遠距離又奇怪的景深效果的 影片對焦也非常的迅速 但是沒有辦法自己選擇自動對焦點 拍影片的時候點擊螢幕是拍照 而不是對焦真的非常神奇 影片的自動對焦點永遠都在正中間 沒有辦法手動的調整自動對焦的位置 影片也沒有辦法調整任何的曝光值 我們只能下載第三方的相機軟體 像是Open Camera 我們才能稍微辦到曝光補償的功能 影片可以錄製4K的影片 但是出來的尺寸有一些問題 像是IG的限時動態 它的比例就會被壓縮 整個被壓扁扁 下面還會出現綠色的邊框 但是我們只要切換到Full HD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接下來自拍鏡頭的部分我覺得就有點有趣了 旁邊有一顆閃光燈耶 自拍鏡頭有閃光燈真的是非常特別 但自拍鏡頭還是有一個老問題 就是它不能自動對焦 它只能固定距離拍攝 最近對焦距離是60公分左右 所以沒有辦法用自拍鏡頭當鏡子 看看自己的眼睫毛之類的 那講了這麼多 到底誰適合買這支Zenfone Max Pro M2呢? 第一個很明顯的就是我們不需要很強的相機功能 如果我們只是滑個網頁啊看個影片 Zenfone Max Pro M2 第二個 5000毫安時的電池 如果我們只是想要開心出門 我們不想要擔心說 我的手機會沒電我還要帶行動電源的話 Zenfone Max Pro M2 第三個如果你想要一個非常大非常漂亮的螢幕的話 那真的 Asus Zenfone Max Pro M2非常適合你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Asus Zenfone Max Pro M2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請記得按讚看 我的名字是凱雲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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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 Mmm